今天臺北松山機場 從今天開始就要直飛上海紅橋 華航搶得頭香 在今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起飛 一百五十八個機位全部客滿 但票價是高達了一萬七起跳 也讓民眾小抱怨 不過目前呢 是松山機場腹地 仍然不夠容納大型的客機 未來改建工程完工之構 效果如何 大家也都在等著看 豪龍兵站在登機口 帶著得意的笑 因為松山直飛上海紅橋的心願 終於實現 歷史性的一刻 飛機緩緩滑行 首航投降被華航搶到 早上八點四十五分準時起飛 儘管天空不作美 飄著細雨 還是擋不了直航熱潮 紅橋原則上 如果說你坐這班飛機 到那邊可能中午跟客人吃個飯 談一談事情 搞不好晚上六七點七八點 有飛機就可以回來了 所以搞不好以後可以通勤上班 請監裁 一宣布松山紅橋可以對飛 機位立刻被秒殺 但機票一萬七起跳 民眾還是覺得有點貴 我們認為是太貴了 到香港是一個小時三十分鐘 那香港的票價通常是八九千塊 可是這個加十五分鐘 你們算算看 你們覺得合理嗎 不過航線省時省航程 兩岸四家業者搶得黃金航線 每週二十八個班次 等於是一天兩班 除了支飛紅橋 松山機場十月份 還將跟日本羽田機場對飛 未來到底能不能負荷 交通部目前已經撥了六億的經費 我相信將來當改建工程完成以後 松山機場絕對會是一個小而美 有國際水準的機場 但改建中的松山機場 面對新航線不斷增加 其實已經有點消化不良 今早首航還得錯開其他航班降落 預定明年三月完工 但能不能脫胎換骨 大家都在等著看 明新聞知道嗎 甚麼都能達到 好 好